哈喽大家好我是乔乔 那今天我们这视频呢就围绕两个尺 一个是少女还一个呢就是少妇 因为我昨天有发一个视频 上面说是我21岁 但是却经常被人认为有少妇的气质 什么乱七八糟的 21岁应该已经过少女的年龄 但是也没有差太远 可是那也不至于直接的就卖出了少妇的这个圈子 那今天就总结一下 为什么我明明是少女 却总是会被认为拥有着少妇的气质 或说怎么怎么样的 那我个人觉得首先第一点是因为日常穿着打扮什么的 那第二点就是因为我个人的身材就比较多 稍微有些肉肉的肉感就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都是肉 那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因为性格人 因为我性格比较慢 因为我身上好像没有属于少女的这种青春活泼的一些气息 所以就感觉好像少妇气质更加强烈的 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发型啊 还有一些穿搭什么的 那既然说穿搭就今天回到我们正体上面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穿这么多的鲜肉 这样录视频 那如果我平时要是绝对比较属于少妇的穿搭的话 就是我会在这种背心外面穿一个这种小包外套 因为是夏天嘛刚刚好 那我平时选衣服呢 就选一些颜色很温柔 然后呢 又比较显白的一些衣服 你像我身上穿这一件就真的很显白 而且显得人比较温柔 它这种 它这种样子 还有这种款式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它会露一些手骨 对 抱歉我手骨没有这么的鲜肉 但是后面会慢慢剪 然后我头发也不会让它就这样很少女 不少女吧 就很自然的这样披着 我不会 我会把它稍微适当的玩起来 就会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嗯 俐落一点 对 应该是俐落 我们这边老家话就是俐朗 俐朗一点 然后用一个这种夹子 很很少腹的夹子 然后夹在我头发上 就挺好看的 你看 这样看是不是挺好看的 线上我头发呢 就已经大致很好 让你看一下侧面 侧面你们看不到这个东西就很可惜了 看见了 然后侧面就是 比较的 头发要弄恐松一点 可以稍微适当松一点 然后这里搭下来一点 并没有关系 可以的调整一下 就会很好看 就会很自然 你看其实如果我这样 画上去的时候 就又很少抹了 那我头发如果调整好之后 如果我出门的话 对吗 我就会给自己佩戴一对耳饰 如果不出门的话呢 我就会直接这样 就会很舒服很随意 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的耳饰是这种就是比较的 宫廷风 对 但是把它带在我的耳朵上 然后呢 现在就是已经戴好了 戴好之后 我腰杆要停止一点 到现在呢 就已经把我的耳饰给戴好了 然后头发又重新整理一下 其实这个头发 你可以自己调整它的蓬松度 如果你弄得像这种高高的 或者稍微高一点点呢 它就会显得更加有趣 所以你的背要是挺的直一点呢 就会很好看 那如果你要是把它往下转 就弄得很通风的话呢 就会另一种风格 看到没 就是比较转 不软吧 可能是这个样子 或者说会更加的少数一点 对 对吧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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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就有收货的感觉 对 我个人觉得是头发前的大部分 你看 如果我把这两边的另一角都收起来的话呢 就是稍微的显得有一点点可爱了 对吗 那如果我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就一直的 然后好像是一个就一下子往上升了 对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以后你们想要看我的一些其他的传达的话 那我就会一一的录给你们 明天我可能会做一些就是我之前一段时间的一些传达 然后直接 因为都是大部分都是图片没有什么视频 之后的话会给你们更新我传达视频 那明天呢给你们剪辑一起我的一些相册 那今天就到这里 那如果你们对我下期视频感兴趣 或者说对我视频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就请多多的收藏 欢迎关注点赞 转发 在下方多评论 那我们下期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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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